对于外界对他爽用健保的指责 黄安不甘失落地回应 承认自己确实在享用健保 我就是爽用健保 我太喜欢生病了 并质问 你没有人拿我怎么办 我有违法吗 61岁的资深艺人黄安 评级经典歌曲《新约泱蝴蝶梦走红》 近年来则将演艺众星转移至中国 并经常发表烂爱中国的言论 频频点滴台湾 引起不少台湾民众的不满 甚至被冠上舔共艺人的称号 即使如此 黄安人频繁回台看医生拿药 引发更多争议 近日 他在微博上赛出自己领取的四代药物照片 坦言长期服用治疗高血压 高胆固醇和狭心症的药物 导致肾脏健康出现问题 这一行为引发台湾网友的不满 许多人怒视他 赶快回你为大的中国吧 黄安在2016年 阴心肌梗涉紧急返回台湾接受手术 这件事已经让许多台湾民众感到愤怒 认为他一边批评台湾 却又享受台湾的健保资源 这次他再次返台就医 并赛出药物照片 引发新一轮的批评 黄安表示 自己自2016年起就开始服用大量药物 虽然药物能够控制病情 但也对肾脏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他希望能有一天 摆脱药物的依赖 黄安使用台湾健保的行为 再次激起台湾网友的愤怒 他们纷纷在网路上发生批评 可常将黄河的水不就能自白病吗 快回中国吧 台湾的健保资源不应该被这样滥用 他的祖国医疗不是自称很强吗 为什么还要回台湾就医 一些人甚至直言不该再让他使用台湾健保 对于外界对他爽用健保的指责 黄安不甘失落地回应 承认自己确实在享用健保 我就是爽用健保 我太喜欢生病了 并质问 你没有人拿我怎么办 我有违法吗 他还表示 自己如今生活无忧 依然帅气 对于网友的批评不以为难 这番话再次引发热议 大家对黄安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 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回归通知指出 刘热妍在直播时出现了低俗的注装举止 然而 刘热妍当下的服装是一件蓝色T恤搭配蓝色藏户 并未有任何裸露的情况 他感觉 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有趣的新闻时事报道 女星刘热妍因在直播间被指录出下面违规 引起网友关注 刘热妍当年邀人身材在台湾组成女F4团体出道 后来转战中国大陆 然而 她在中国发展七年来并未如玉西班顺利 因常发表争议言论 而被称为女版黄安 刘热妍在微博上公布三张照片 分别为群组对话记录 直播时的翻拍画面和抖音的违规通知 违规通知指出 刘热妍在直播时出现了低俗的注装举止 因此被扣除信用0.5分 然而 刘热妍当下的服装是一件蓝色T恤搭配蓝色藏户 并未有任何裸露的情况 她感到不公 认为直播间几百个人人都没人看见 就抖音看见了 对此提出抗议 某音比这严重的多少倍 官方都视而不见 还有人怀疑是AI图形识别判定错误 但也有人指出 刘热妍穿住宽松 却能被判定违规显得相当夸张 刘热妍曾改往直播带货圈发展 但却屡屡出现问题 此次遭遇违规通知 也引起不少网友关注和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平台偏见和不公平对待 也有人认为刘热妍的形象已经深受损害 不应再继续发展直播带货等行业 不论如何 此次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于直播带货行业的关注和讨论 对于这个新兴产业而言 如何平衡直播内容和道德准则 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的问题 去年刘热妍也在网路上发影片表示 当天原定下班时间为中午12点 但直不到一半时 抖音上号却被判定违规而下播 他说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抖音就给我判违规 然后我就被断播了 刘热妍更透露 他被扣了信用分数 如果被扣分 抖音就不会让他的直不到首页 对此他表示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 还说自己今天真的很冤枉 比对我还冤 刘热妍向抖音官方申诉 但却被驳回 于是分享了当天直播最后画面 想让网友评理 内容提到 以前我还没想到在大陆说再见 可能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 不像以前在岛上特别小 可能回头就可以碰到 以及这边特殊情况要戴口罩 我没办法直播卖货 所以分数掉下来 他表示不知道是哪一句话被判违规 甚至申诉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 刘热妍今年1月曾在影片中表示 自己做直播带货做10个月 却仍无法成功 只能花更多时间在这里 因为他没有其他退路 此外 他还不断许约2023年能够买房子 由此可见 刘热妍的直播带货之路并不顺遂 相关影片发布后引起众多网友讨论 网友留言 被自己最爱的社会主义铁拳揍了 要不是他乃大根本就懒得关注他 他怎么知道低俗注装局只不是直连 什么2lan新闻脏东西 谭妹一直抱他的动态有事吗 可能私密处是直连 灌水人数还只有几百孝时 大家对于刘热妍被中国处罚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今仅剩两间 可说是只比较老大好一点 反观特斯的饮料店 价格低廉 且除了某名显示来到的饮料品项 大部分在口味上都获得民众好评 欢迎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近日 肖静腾经营的饮料店 署名直查 T又传有分店吹熄等号 全盛期在全台有酒家分店 如今仅剩两间 可说是只比较老大好一点 反观特斯的饮料店 价格低廉 且除了某名显示来到的饮料品项 大部分在口味上都获得民众好评 黑开为鉴于特斯本人的争议 整体留言 他的饮料店目前看来是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肖静腾之间的争议 还得从2021年7月说起 当时一致评测了肖静腾经营的日本料理餐厅 却给出了一般般 无聊等不算正面的评价 肖静腾之后也反击说 TWIS没资格跟我说话 他现在应该尿尿也不好尿 吃饭也不好吃等枪声语句 但这都是在TWIS入狱后 且并不是针对食物本身的回复 这样的反击网友并不买单 当时肖静腾的餐厅涌入了大量异心负评 之后 时间来到2022年 以致又评测了肖静腾的饮料店 这时他给出的感想是诡异 不过也夸赞了饮料的名称取得很屌 杯子设计有质感 总体也给了一个不错的评价 现如今 TWIS与肖静腾都在饮料市场互相决利 但肖静腾的饮料店似乎已经垫地向下 但以致的饮料店至今仍是话题热点 甚至有网红尝试将他搭配馆长的便当 煮成一餐超过300的超值套餐 有网友认为肖静腾饮料店的失败 是他个人形象导致 肖静腾曾经登上中国大陆春节晚会 演唱黄鹤长江 当时他在一次谈话中表示 台湾人一定要回家看一看 这番话引起了许多台湾网友的不满 当年除夕夜 一家中国媒体公布了当天对肖静腾的访问内容 原来他说的话还包括黄鹤长江 像血脉一样滋养大家等等 再次引起我有的热烈讨论 最后 肖静腾提到 我相信许多台湾朋友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 所以如果听到这首歌 有机会一定要回去看看 他的回家论含滋养论 引起许多台湾网友不满 许多人留言批评他滋养我的是淡水河 我怎么不记得黄河跟我有什么关联 整个大海都是黄河长江的分支 重新定义台湾地理的男人 林北加旁边是爱荷辣等等 但永远有质疑 田中不犯法 但贩毒是要抓去关的 难道田中形象比贩毒更差 不过就目前的状况看来 在台湾民众眼中 田中似乎比贩毒更加不可原谅 不过有人针对饮料的品质本身 至于肖静腾饮料又普通又贵 而Twist的饮料则是普通但便宜 箱形之下高下立判 也有箱名嘲讽 肖静腾饮料一定是加了长江黄河的水才会倒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 大家会买肖静腾 还是Twist的饮料呢 欢迎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